与佛一身教训 层次非常清楚 首先讲阿汉 阿汉是基础 佛法的根本 一切法都从这个地方建立 所以佛在佛藏经里面 有这么几句话 佛说佛子 佛子就是修学佛法的人 真正接受三规五界的这些弟子 不先学小成 后学大成 吩咐弟子 佛教我们学习 要依照层次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 不许可列等 列等是不会有成就 就像念书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要这样上去 我们学了六十多年 有人问我 释述 释迦摩尼佛一身 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们用现在的音词来说 把它归纳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五庄四序 也就是他的教学 总的来分是五大空 第一个是能力 在中国人讲的能力 告诉我们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 人与花巢树木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用现在科学的话 人与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 这个因为包括天神 地神 包吾万象 把关系搞清楚 然后怎样 活不相处 这就是能力 那么第二个 道德的教 第三个 英国的教育 这些都在阿罕经理 所以这三种教育 普世的教育 这三种教育能够推行 能够落实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幸福 快乐 美满 这是佛陀旧式的教育 后面两种 那不是一般人学的 中国人常叫向上一种 再往上面去 再往上面去 现代人讲的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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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的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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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真的 这修科学最高峰在那里 在佛经平